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呢现在发现了大陆的空拍机不是军用的 就是一般民众的空拍机又飞过来了 好这一次呢飞到我们的二胆这边 然后呢就发现说哎呀怎么稀稀疏疏的 是士兵都跑光了吗 哎不对啊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飞机你看就这样这么清楚 看起来高度应该不远吧 好因为呢我们看了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然后就发现竟然我们的官兵没有一个人发现他 这是不是罗斯松了 是不是哎大家一点感觉警觉性都没有了 大家开始在问金房部这样是对的吗 金房部是这么说的来带您来看 他说因为呢他是远距离的摄影 而且他是位处于太阳逆光的方位 所以大家才会看上去的时候你知道 那个光线会插帮吗 那你就看不到那个什么东西在天上飞 他的讲法是这样 好但是呢现在这一个人 他们跳出来讲话了 他说为什么他要去拍因为他现在在厦门生病无聊 所以想说去飞一下不是有意要挑衅的 只是刚好看到有人在补给 然后呢有二胆军人影子 他就说不对啊应该不是逆光吧 因为影子在前面有没有这个影子在前面 那军人他们怎么可能这样看上去是逆光的呢 他开始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好不管怎么说啦 对于民进党立委来说生气的是什么 是你对岸政府 有没有好好管好你们的人啊 你们纵容啊 你们现在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让国军弟兄他们担心的是 没有合适的设备能够来因应 所以现在呢他们决定要增加外岛的这些 无人机的侦测啊 拦截等等的相关设施 其实几天前他不是还说吗 他在国会办公室约陆军讨论无人机防御 大家开始在讲了 讲都这样讲啦 但是呢我们还有个无人机国家队了 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无人机空窗期呢 因为过去这一年来确实很多部会 不是你不要误以为只有军方哦 还有什么 还有农委会啊 他们也是需要有无人机来帮忙 做一些科技的这个农业啊 他们就讲了 他们买的这一些无人机不断的被流标 原因是因为呢里面有很多呢 他们都是去红化 里面什么东西零件用到了对岸的会有问题等等等 所以不断的流标甚至连开标都没办法 那现在政府告诉你的 要有资安零问题 资安零顾虑 其实政府帮你筛减 筛出来这21款 里面有9款呢是军用规格 好那很多厂家就会讲了 说讲是这样讲啦 很安全 但是呢有很多人讲的 他们的报价基本上是增加有7倍 甚至是8倍到10倍 那实物上面真的有办法扛得起来吗 政府的预算有这么多吗 大家开始在问的 是这一件事情 无人机大家都知道是现在的一个趋势 而且对岸在做无人机 不要说大疆啦 他们的无人机的技术进步的真的很快 但你来看到的是他们的MD-22无人机 现在说是铁压美俄啊 原因是因为它是7倍音速 也就是7马赫 那比美国来说要快很多 比俄罗斯来说 基本上呢也是厉害很多 之后呢据说就会正式亮相 因为它可以飞到8000公里 变成了新版的战略型武器 好7马赫等于已经是有到高超音速 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好然后再来什么 再来是他们的航母 现在呢以后也会开始 跟无人机等等一起来合作之外 殲15D还喷了海军灰 那也就是说呢 他在使用的时候 雷达上面不一定能够看得到他 这个就是所谓的弄虾对手 那现在他们的驱逐舰呢 也不断的升级 甚至还要进入全导弹时代 好但你来看到这个画面了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全导弹时代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们在导弹的这个部分 是比其他的国家都要厉害很多 不管数量上 又或者是在技术上面 那现在他们告诉大家 他们的052D已经开始全面升级之后 那不再只是单个装舰 互不联系之后呢 他们是可以变成一个联合作战 达到一个综合作战的能力 那表示他们在整体的战术 或者是策略规划上面 跟以前来说又不一样了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们的作战 目前看起来地域会在太平洋 好这一点呢 跟美军过往的经验 打陆战的 比如说你说这个 美意战争等等 不太一样 所以美国现在呢 他们也开始要来学习了 滨海战斗队呢 现在要开始来征搜 也就是说 过去在中东的那些地面作战经验 也许不符合现在在太平洋 这个印太战略 所以他们要开始努力的适应 亚洲的岛屿 还有海岸线上 可能爆发的这一些问题 如何击退 要跟盟友如何配合 甚至呢 还开始要模拟 应战中国 这是华游他们所提到的 他们说呢 现在基本上在军里面 军系里面 有很多的派别之争 因为以前陆军可能 又要作战嘛 钱会多一点 现在如果要打仗的话 在太平洋 海军要多一点点 那个军种之间 就会有 你此时期比落 这样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呢他们说 这一些也都是他们现在 美军自己内部 要适应的问题 好更别说了 如果说呢 北约的集体防卫 会排除夏威夷 夏威夷不是美国国土吗 对 如果他们把夏威夷 靠近太平洋 最西的这一边 给排除的话 专家说 那是不是过之后 如果真的两岸发生战事 在夏威夷这一边的事情 就不关北约的事 那就不会有所谓的 大家一起来共同防御 那是不是就不利 协防台湾 一串接着一串 一环 抠着一环 要请教兵哥 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两岸之间 我们确实自己 必须要紧张跟小心 但前线的弟兄 有理解吗 怎么会 就在 头顶上面 完全没有发现 请教兵哥 我觉得王定宇 这个王八 前十还是很好笑 你怪对岸 纵容他们的民众 你怪这个有意义吗 没关好 对啊 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笑 应该是要怪我们自己 这是前线 前线如果我们 对无人机 完全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话 那不是让我们在 岛上的弟兄 全部生命安全 随时处于危险当中吗 而且这个问题 是什么时候发现 大家忘记了吗 裴洛西来台湾没多久 不是就有空拍机 到金门去 然后结果当时 丢石头 对我们不是丢石头吗 那个时候国防部 不就应该要针对前线 可能会遭受到无人机侵袭 要想出一个阴影的对策 结果一年多过去了 到现在我们还是没辙 上次还有发现 还有丢石头 这一次没发现 不是 你不能总是用丢石头 解决问题吧 是 对啊 你总要想出一个 应对的方法 现在来的是民用无人机 如果来军用的 你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怎么会 一年多过去了 你王八千委员 你是国防 你不是国防委员会的立委吗 你都不去质疑国防部 为什么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然后到说 有有有 我们现在准备要 要编预算要采购 现在才要 一年多过去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动作 还是慢到有点离奇 然后 你说要去红化 没有关系 你要把所有 有对岸的零件的 这种无人机 你都要采除掉 我觉得OK 那你只要想办法伸出 可以用 我们能用的 然后现在 报价全部涨七八倍 是什么事 是怎样 是因为看准了国军 是盘子好敲 我觉得这个 是匪夷所思的 台湾是有能力 做无人机的 我们其实是有无人机厂商的 我们的无人机甚至跑到乌克兰去了 那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办法自己自治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要赶快解决 不能够任由厂商把我们当盘子在敲 至于说大陆这边 对 他们这MD22如果真的能够成功 当然是很厉害 但他其实现在还有一些障碍需要克服 也没有到他们所出的这么完美 所以我们就是密切注意观察 看人家到底进展到什么地步 那重点是 人家出了这个武器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去防御他 国军有没有去想过这一点 国防部有没有去打算 人家出了这些东西 你怎么去面对他 比如说15D现在带了两个电站夹舱 那他到时候 一下电站屏蔽 我们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东西 有没有办法侦测到他 这些都是问题 赶快去解决 那至于 你们这边这个新闻 我是觉得很shock就是 原来他们解放军052行之前的舰 那武器是各打各的 那还真的满逊的 美军是早几十年以前就已经全舰 大家都可以互相支援 互相联系 由中间舰桥指挥了 所以解放军到现在才跟上 其实速度有点慢 不过跟上就表示 人家要进了一大步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 那我们的海军呢 我们的海军有没有全舰综合指挥能力 还是也是各打各的 这个我们自己要赶快去研究这个问题 那美国当然现在针对 他在太平洋的这个防务 他会去加强 他要去做这样的演练 可是问题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美国都在演练他自己 如果他设定未来台湾是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 他总不来跟我们演练 应该喔 对啊 他应该来跟我们演练 这不是实际的战地吗 那他都不来跟我们演练 其实大家没有发现一件事吗 就是台湾发生战争的时候 他没打算过来 不就是这件事吗 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来台湾演练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状况 政府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没有跟我们明说 我觉得要讲清楚 那至于夏威夷这个东西 为什么没有纳入北约的防护体系 其实很简单 因为北约当初成立的时候 是为了对抗前苏联 所以当时他们设想 战事会发生在大西洋 所以当时全部都聚焦在大西洋 所以就漏了夏威夷这个东西 那现在在太平洋上 他们认为中国大陆的崛起 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 现在是不是要纳进去 可是对北约绝大多数的国家 除了美国之外 太平洋事情到底跟他们什么事 为什么夏威夷被攻击 我们也要跟着一起出动 所以这个恐怕对这些国家来讲 就是另外一个需要去思考的问题 请教一下大使您怎么样来看 原因是因为 现在在两岸之间 大家当然知道了 就希望能够缓和下来 包括马英九这一趟去 大家也希望他能够缓和下来 但是总是会有这一些事情发生 然后我们再看看 我们自己的回应 就会想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当然我们台湾绝大多数人 都希望两岸缓和 可是像王八千这种人 他缓和了 他还有什么政治前途 他的一切都是靠两岸紧张 制造两岸仇恨 他才有他的政治运作空间 对不对 他如果两岸缓和了 那他就没饭吃 这些人又不敢搞台独 可是嘴巴天天就是什么 他不是在挑战 他都在引战 对不对 他是引发两岸的战争 他在赌 他拿自己的利益 把台湾人的生命产党都赌上去 所以 民进党就靠一张嘴 现在台湾的风气 社会风气也如此之差 国防部讲这些话 你会相信吗 立光没看到 前一阵子也是大二胆倒 那个时候不是闹的大笑话 我们用石头K人家吗 对不对 也没K到 后来就变成这个社会 社会舆论大华以后 对不对 结果怎么办呢 结果国防部就宣布了 以后这些 这个无人机看到 你就给我打下来 用什么 用鸟枪打 但一个当鸟 后来是击落过 后来不是国防部也说 我们有击毁过 又已经正式开枪了 我跟国际上 人家是什么 人家有一种专门 对付无人机的 那种是什么 电子的枪 现在各国都有了 后来我看国防部也说 都有配备 结果这次人家无人机 把你拍了那么多清楚 结果你看 你的装子弹的枪也没发 对不对 然后你所谓的电子枪 也没有用到 到底你们这过去一段时间 一年过去你做了什么 对不对 然后只会用嘴巴来变 他说没有 我们逆光没看到 因为他如果看到 他是要把他那个飞机打下来 对 以他们过去国防部的说法 所以国防部 要搞清楚 国防部是属于中华民国单位 他不是民进党的党部的国防局 怎么搞得跟民进党的国防局 一模一样 整个组织文化 变成民进党的政治文化 就是怎么样 这不是精神胜利法 它是嘴巴胜利法 对 他就嘴巴说 然后你怎么说他都不承认 然后搞一些歪理出来 逆光 你看这个谎言 他什么谎话都敢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 国防单位 都是这样子来处理问题的话 那这个国家差不多前途真的很暗淡 我们过去 我在政府服务什么 我们从来都是没有看到 中华民国的政府的公务单位 今天变成沦落成这个地步 然后其实我觉得都被他们上面 政府官害的 你像一出来以后 谁跳出来 又是王八千出来 干嘛 收获他的政治 政治的什么样 他在里面搞政治 然后又找到一个空间 然后在里面操弄 讲一些话 他想干嘛 就是为他个人的政治利益 这就是现在民进党 这样子的一群人 把台湾搞成今天这个地步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就是大陆 你看他这个东西 你无人机来讲的话 大陆的无人机 我们不管今天讲这个 最新的MD-23R 或者说我们在无人机 我们自己发现无人机发觉很多大陆的这些 这些零配件 这是很自然的 它无人机的科技是全世界领先 对不对 你竟然搞了七倍 因为你根本没有量 大陆的量非常大 所以你不要排大陆 你在台湾随便一报就是七倍的价钱 这是现实 这是一个商业的一个 一个自然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面对一个已经非常崛起 而且军事力量 各方面高科技 都非常 都非常怎么样 先进的一个中国大陆 听王八千的话 大家真的就跟他一样 要不然就是跟他一样 真的无知 要不然就是跟着他一起堕落 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小建长 原因是因为 当我们看到了这些资讯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跟刚刚兵哥产生一样的疑问 因为我们先前在讲052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他其实上面的配备都蛮好的 但我们这一次的新闻才发现说 他们是全面进入导弹时代之外 他们现在开始可以有 这个联合综合作战能力 那所以现在是 以前是没有办法是不是 那现在的状况又是什么 来 请帮我们解析 052第一开始 他就有这种综合作战能力 而且他已经达到了所谓的A射B岛 也就是说攻击的跟征收的 不必要是统一艘船 另外我们来看这个金门的问题 金门二胆的问题 其实我们来看这个一开始 他的这架无人机 他不是从正前方来的 他也不是从正后方来的 他是由侧面来的 他是由侧面来之后 往前面 往这样的一个码头接近 接近之后他们说没有看到无人机 其实都看到无人机了 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这个黄框里面 这两位他已经看到无人机了 还有另外一位 这一位他也看到无人机了 他看到无人机就知道大事不妙 还是先走为上 然后他已经走了 然后这两个还傻傻的在看 无人机来了 然后有人说长官来市岛 然后那个至于国防部说 这个是逆光 他们是高速公路开多了吗 高速公路常常有提醒说 前有逆光路段 那开驾驶请小心 他们是开多了吗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影子 这个人坐着或者人站着 全部都有影子 这个影子代表光 那个太阳光从后面照过来 而且这一个拍摄的人 他讲得很清楚 他讲说他是在中午拍摄的 就是大概一两点的时候拍摄 一两点什么时候是逆光 太阳从你头上来怎么是逆光 而且这些人走光之后 我们刚刚露看一样东西 露看了什么东西 露看了这个红色的框框 这个红色的框框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个弹药箱 上面还加封条的 也就是他不是说一般演练用的是实弹 结果里面有 然后我们看最后 最后面的状况是什么 弹箱还在位置上 结果人跑光了 弹箱不要了 这真是有一套 那至于说有没有这个能力 这个国防部 经常当一天到晚 在做认知作战 我们来看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 2022年9月2号的中央社的报道 他说已经配发到前线了 这个干扰枪已经到前线了 结果两年后的 两年一年多后 一年半以后出现了 你有拿出干扰枪吗 你没有 然后说而且都说训练好了 训练什么 根本就没训练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训练好的 你都已经进入你的一个肌肉里面 发现这件事 一进立刻通报安全事关 立刻拿干扰枪出来 立刻瞄准把他拉下来 不就是这样吗 怎么会是大家都走光 就是看不到我 另外我们讲MD-22 其实他是来自于这一篇论文 是来自于力学学报这篇论文 我们就不讲 我们来看这实际上的内容 他的照片最清楚 侧边的照片 就是这一张 跟我们看到Top Gun 最新一集的独行侠 像不像 非常像 所以当初这部电影出现之后 中国大陆的摇杆 的这种观测卫星 还特别改变了轨道 去看这一架飞机 其实它只是个模型 到底的运动状况是怎么样 也就是现在解放军的无人机 大爆发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完成了 Data Link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来看 国际新闻哪些重点讯息 konnten 했습니다 对 我们 cops kiss 怎么 下车 物努力 受阻害 respe